而过年期间呢有两样活动是很夯的 一个是呱呱乐一个就是大乐透了 不过不知道除了这两样之外 您有没有在玩运动彩券呢 几个月前在中国信托还有威刚的团队 刚刚拿下明年起运动彩券的发行权 这出估十年的销售目标高达2500亿台币 但是现在却传出了这五年前刚刚得标的北复营 这几年在做运动彩券的时候 却因为这个玩法福利玩家惨赔了83亿 反而是让菲律宾合法的线上博弈公司 来到台湾设点抢十大饼 台湾的运彩几乎是被K的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够看着这肥水流入外人田 烟一巴巴的把这些利益送给别人了